- 歡迎來到KK Show,這是Ken - 我是凱莉 -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 -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以仁利歐! - 耶~~~ - 謝謝李歐願意來我們的節目 - 自從就是最近那個王之安在耶耶秀的事情以後 - 有沒有很多什麼電視節目啊 - 或是什麼YouTuber都很想要找你聊天? - 是還好,但是很多網友會時尋說 - 欸,你對王菊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麼樣? - 喔,很多人問 - 對,目前我還沒有回應 - 喔,你還沒有回應 - 太棒了,那你在這裡回應了 - 所以該不會在這邊是處女回應嗎? - 這裡統一回應 - 好好好好,那我們把麥克風做經典 - 好好榮幸喔 - 好,不過我們在正式回應開始之前 - 我跟大家說那個Leo的Instagram非常的有趣 - 那因為他會分享很多身障人士 - 在生活上遇到一些問題 - 然後其實是怎麼樣 - 對,怎麼打破,怎麼坐飛機,什麼都講 - 對,都有 - 那其實有一個最新的real - 我看到的是你怎麼登機這件事情 -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說 - 你還要再換一個比較窄的輪椅 - 然後把你推那個走道 - 因為走道比較窄嘛 - 那我有問題是 - 所以你是不是出意外之後 - 你都沒有坐過window seats - 就是坐在靠窗的那個位置 - 因為感覺起來他就是把你放在走道 - 我有做過 - 那你要出來怎麼辦? - 因為他其實不一定會把你設在靠走道的位置 - 他有可能是會把你設在靠窗 - 靠窗的 - 因為你在最裡面 - 你就不會擋到其他要出去的人 - 可是這樣子變得你出去要上廁所的話 - 萬一你要尿尿怎麼辦? - 半夜怎麼辦? - 可是在飛機上根本不能上廁所 - 因為飛機的那個廁所太小了 - 那這樣非常土怎麼辦? - 你就死都不敢喝水這樣 - 還是你要包尿布? - 就是我會擦尿袋 - 但好像有幾家航空的廁所是很搭可以的 - 我還沒有搭過 - 我也沒有搭過 - 我也沒有搭過 - 我也沒有搭過 - 還沒有看過廁所很大的航空 - 可以請空服員幫你嗎? - 還是也沒有幫你 - 你說幫什麼擦尿袋嗎? - 你在說什麼? - 帶去洗手間 - 帶去洗手間這樣子 - 假設真的需要洗手間 - 可以 - 因為他們飛機上都有那個小的走道輪椅 - 我記得我那時候是去歐洲 - 然後反正就是我就請一個空服員幫我 - 把那個尿袋裡的尿 - 然後倒成一瓶 - 然後就要去幫我掉掉 - 因為他的臉色有就是抽洞嗎? - 其實沒有他去拿一個超大的塑膠袋 - 然後過來然後這樣 - 然後叫我放進去這樣 - 所以也是有幫你處理好就對了 - 也有幫你處理 - 但還是很尷尬啊 - 就是沒有到那麼方便 - 會很不好意思 - 那你剛剛說你來我們錄音室 - 你是自己開車來的對不對? - 我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問題 - 我有看過影片就是你可以自己上去車子 - 很沒問題 - 可是你上去車子以後 - 你的那個輪語是不是一定還是需要有人幫你把它推走 - 你不能就留在那裡 - 不用啊 - 你沒有看完影片 - 蛤? - 影片我記得是可以拆一下 - 然後直接丟到車子另外一個位置 - 沒有沒有不用拆欸 - 是怎麼開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 就是我的座椅會躺平 - 然後就靠借力使用的方式 - 然後滾過我的身體然後到後座 - 可以想像嗎? - 所以你就可以完全自己一個人處理 - 對對對對 - 但就是你知道 - 所以你沒看完 - 但就是你知道 - 但你就知道 - 台灣的車位有時候 - 你不一定體驗到無障礙的車位 - 但是就是很小 - 左右很近啊 - 門有時候打開其實只能一個小縫 - 就是有時候打開那門就要全開 - 然後就砰撞到旁邊 - 那你看到有人就是看起來 - 就是也沒有無障礙的那個permit - 然後停在那你會不會覺得 - 很想撞他 - 就是有時候會檢舉啊 - 就是就是我知道 - 就覺得有時候找車會找很久找不到 - 然後就是看到那台車 - 欸沒有證 - 到底這挺啥小的 - 就很煩啊 - 喔我完全可以理解 - 可是你的車子需要特別改裝對不對 - 是用手開嗎 - 對會改裝一個那個油門煞車連同感 - 然後上來 - 然後就會變拉式油門推一次煞車 - 喔 - 需要特別考什麼證照嗎 - 就是不同的操作方式 - 駕照要重考 - 駕照要重考 - 喔所以舊有的駕照不能用 - 對不能 - 或者是 - 嗯 - 他沒收回去可能還是可以頂一下了 - 哈哈哈哈哈哈 - 喔所以其實 - 喔 - 還是有一些 - 灰色地帶 - 喔 interesting - 好那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 其實Leo蟻仁他有自己的YouTube頻道嘛 - 嗯 - 其實你為什麼一開始會開始你這個YouTube頻道拍影片呢 - 喔那時候其實就是跟我一個好朋友 - 剛好我們畢業然後也不知道幹嘛 - 大學畢業 - 對因為我畢業之後我先去醫院做一些行政的工作你也知道 - 那個時候你已經受傷了對不對 - 對對對受傷完 - 受傷完然後回學校讀完書 - 然後出社會 - 然後就回到醫院做行政 - 我就想 - 幹我又要在醫院了 - 我就覺得很發達 - 然後就是文書的工作就是那樣 - 很枯燥乏味 - 然後就是偶爾接接公文啊 - 聽聽醫生有跟男護理師搞好唱什麼之類的 - 或是 - 之前蠻刺激的 - 怎麼又有什麼禮盒 - 哇下面打開都是藍色的 - 喔現在還有 - 哇靠 - 你有那麼老嗎 - 很年輕欸 - 這最近這幾年的事情 - 你才2829吧 27 2828 - 哇靠 - 但 - 真的有 - 真的會發生 - 我什麼都沒說 - 台北市的嗎 - 我不知道 - 不能問了 - 所以那你就覺得說要抒發一些就是 - 自己的創作的欲望 - 就是其實也不知道幹嘛 - 然後朋友就說 - 欸你們兩個批話那麼多要不要拍YouTube - 我想 - 是嗎 - 是這樣嗎 YouTuber都批話很多 - 不一定 但我們是 - 不一定 - 不一定 - 不過蠻多的是啦 - 那所以你那時候就開始試著看 - 就開始試著拍 - 然後覺得 - 好像有一點反應 - 好像不錯喔 - 然後就做做看 - 一方面也是可以 - 接觸到聲臟這一塊 - 然後我以前完全都不知道的事情 - 告訴給大家 - 因為以前你可能會覺得 - 喔幹有斜坡 - 然後或是 - 這個有武藏在設置很棒 - 但是你不會知道 - 怎麼樣的設置才是 - 符合聲臟者的需求 - 有一些斜坡就超抖 - 對啊 - 就是基本上上不去的 - 基本上沒有辦法 - 或是什麼 - 呃 - 很多東西其實就只是 - 掛一個輪椅的馬可麗 - 對 就是那個 - 身杖的那個走道 - 然後就是滑一滑 - 然後還有一個樹在中間 - 對對對對 - 人行道啊 - 或是什麼東西的 - 直接卡住 - 或者是有樓梯 - 駕高的人行道 - 很多啊 - 就要上兩個樓梯 - 才變成繼續人行道啊 - 我每次在那邊就說 - 哇靠 - 這輪椅怎麼辦 - 或是說娃娃車怎麼辦 - 因為其實輪椅跟娃娃車都會 - 需要的東西 - 有一些地方蠻像的 - 會有點類似 - 我現在看到那邊馬路 - 我就想說 - 哇靠 - 對啊 - 而且因為我住在盧州嘛 - 那盧州的話 - 糟糕 - 就是新北... - 我不知道你是住 - 我住 - 台北市嗎 - 呃對北投 - 北投 - 北投可能比較好 - 不過新北市盧州那邊的話 - 我就常常看到就是 - 有生臟人士 - 他們用的電動輪椅 - 在大馬路上面走 - 我就覺得超危險 - 然後就覺得怎麼辦 - 可是我又知道說人行道 - 他們是也上不去 - 因為全部都是奇怪 - 對對對 - 或者突然有工地的時候 - 工地就直接把人行道給砍掉嘛 - 然後外面隨便搭一個東西 - 那怎麼辦 - 或是道路維修的時候 - 不是都有那種臨時的 - 對對對對 - 臨時也上不去啊 - 也過不去啊 - 就是大家都對於電動輪椅有個誤解 - 就是說他們是什麼行走的神柱牌啊 - 但是不是不想走人行道 - 是人行道不給他們走 - 對 - 可是你現在這個輪椅 - 我想問一下是可以開到多快 - 開到多快 - 看我可以推 - 這是手動的吧 - 這是手動的對不對 - 可是你自己有一個電動的嗎 - 還是你主要都有 - 我有一個電動車頭 - 車頭是什麼 - 可以裝在這個上面嗎 - 就是裝在前面然後你就會變成 - 電動版本 - 三輪車 - 這聽起來有點帥 - 可以酒駕嗎 - 就是他可以 - 他可以罰你嗎 - 你夠好酒開他可以罰你嗎 - 然後最快還可以多快 - 這樣算酒駕嗎 - 有法規 - 你有研究過法條嗎 - 沒有 就是沒有法規啦 - 但是我 - 不要這樣子罰 - 我只是好奇而已嘛 - 但是好像之前有新聞是電動輪移 - 然後就是喝醉 - 然後酒駕好像有被警察上銬嗎 - 我不太確定 - 就是公共危險罪 - 對對對對 - 就是這個東西就是好像還沒有明確的法條規定 - 如果酒駕不合理吧 - 這是我的輔據耶 - 這是等於我身體的 - 喔因為假設你本來就是用電動輪椅 - 然後你真的喝醉 - 對 - 這本來就是你的腳嘛 - 因為你可以喝醉走路 - 那為什麼不能喝醉就是在我本來的輪椅的腳上面 - 嗯 - 這好有趣 - 可是你的那個電動的車頭 - 請問可以開到多快 - 對不起我一直問這個問題 - 你是多想標 - 我真的好奇 - 二十幾 - 二十幾蠻快的 - 可以到可能almost 30 - 那蠻快的 - 你有沒有改裝 - 你有沒有改裝 - 你有改裝吧 - 你沒有改裝 - 我們沒有改裝 - 我們沒有改裝 - 快30很快耶 - 但我也不會騎那麼快 - 吧 - 請問是不是你有聽說有人改裝嗎 - 然後可以可能開到五六十 - 你看吧一定有 - 我有看到新聞 - 新聞應該有 - 新聞就是什麼旁邊摩托車騎 - 然後哇那個電動輪椅 - 車頭跟他一樣快 - 我想說哇靠這什麼東西 - 去哪裡改的你也要 - 對 - 但我會怕啦 - 因為畢竟輪椅是矮的東西 - 所以如果你戴安全帽你就不會怕了 - 你就跟機車一樣啊 - 穿個防摔衣然後安全帽全身穿好 - 我應該就不怕了 - 好那因為說到這個 - 整個歪掉不好意思 - 不好意思我要問一個比較嚴肅一點 - 其實你一開始也是因為車禍的關係 - 然後才... - 才受傷 - 才受傷的嘛 - 那時候你是大學的時候 - 我看影片說你大學要去打工路上出的意外 - 對對對對 - 那你那時候是花了多久才把你的心態恢復說 - 我願意回去學校這樣子 - 大概 - 那個黑暗期大概是過了三個月吧 - 三個月 - 其實蠻快的耶 - 就是那一段日子就是很頹廢 - 然後每天就算去附近也像沒有靈魂的軀殼 - 就是覺得說 - 喔剛才為什麼我要活著 - 好煩喔 - 然後每天都在EMO - 然後看著天花板 - 然後就流淚 - 就是那種難過已經不是難過 - 那是對於人生的絕望 - 就是你看著天花板 - 你沒有哭出聲 - 可是眼淚就會一直流淚 - 一直掉 - 一直掉 - 可是你那段時間我看到你說你家人有陪你 - 然後朋友同學會來找你 - 那個時候你覺得你最需要的是什麼 - 還是你會覺得你們不要煩我這樣 - 我那時候其實有一陣子就覺得 - 喔幹你們都不要來看我 - 然後反正我可能過陣子就好了之類的 - 因為我一開始接收到訊息是骨折 - 然後我想說骨折嘛 - 那就躺幾個月就會好了 - 但是他後來講詳細就是跟我講說 - 我是神經受損 - 就是神經斷裂 - 這輩子可能都要做輪移 - 嗯 - 他這樣講那時候我才意識到 - 喔幹什麼這麼嚴重喔 - 只是一輩子 - 只是一輩子 - 對 對 - 然後那時候就是我家人 - 就是把心全部都繫在我身上 - 你是獨子嗎 - 獨子 - 喔 - 對 我媽媽就是堅持她不請看護 - 然後自己照顧我 - 雖然我們每天都在吵架 - 對 - 但她還是 - 我覺得母愛很偉大啦 - 就是 - 她會忍受我 - 每天對她無至敬的發脾氣 -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想說 - 啊我就 - 這麼爛了 - 到底還要我努力什麼 - 我就是爛我不想努力了 - 那時候就這麼覺得 - 然後爸爸也是 - 上班前會來 - 買飯來給我吃 - 然後照顧我 - 甚至到半夜他還會回去休息 - 畢竟假季 - 還是要有一個人5H嘛 - 然後半夜跟我媽媽換班這樣 - 那你那時候同學來 - 你到什麼時候才會覺得 - 你開始接受同學的關心 - 而不是覺得說 - 幹你們滾這樣 - 不要通信我這樣 - 又不要看到我這樣 - 就是大概 - 也差不多兩三個月 - 兩三個月 - 對對對對 - 後來才意識到說 - 欸 - 其實 - 他們願意花他們時間來陪我 - 來看我是 - 他們真的有關心我 - 然後愛我 - 並不是說 - 就只是看我可憐 - 然後來找我這樣子 - 好那這邊我要問一些 - 比較奇怪一點的問題 - 因為我有看你就是 - 在講出意外那時候的影片嘛 - 那我看到一些 - 你跟女同學的合照 - 我發現你的女同學都非常的漂亮 - 對 - 在出意外之前 - 是不是非常受女生歡迎 - 然後出意外之後 - 有什麼改變的 - 改變嗎 - 你看起來像個渣男 - 我直接說 - 不好意思 - 你看起來超GY的 - 但是看起來而已 - 看起來 - 吧 - 我不知道 - 嗯 - 應該 - 沒有什麼改變吧 - 嗎 - 唯一有的改變可能就是 - 做輪椅吧 - 也有改變嗎 - 可是你就是 - 就是受歡迎的程度 - 其實就基本上差不多 - 你那時候有女朋友嗎 -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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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受傷的時候有女朋友嗎 - 受傷的時候有女朋友嗎 - 受傷那時候有女朋友 - 現在還在嗎 - 現在不在 - 她還活著 - 喔 - FUCK - 正直正確的 - FUCK - 你幹嘛 - 幹嘛 - 是陷阱啊 - 你幹嘛 - 你自己那麼生氣 - 我沒有 - 你說我自己覺得很蠢 - 對 - 我們是那個意思 - 她也在 - 她也在 - 因為我看到你兩年前有一個新聞報道 - 後來那時候我跟一個 - 那個時候女朋友合照 - 喔 - 這他媽的夠正欸 - 喔 - 分手 - 喔那個分手了 - 嗯 - 嗯 - 接不下去了 - 看來還是蠻受歡迎的 - 還是蠻受歡迎的 - 還是蠻渣的嗎 -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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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那我其實也有看到你有一個影片說 - 你拍彩券行 - 最近嘛 - 也是影片嗎還是IG - IGPO文 - IG IGPO文 - 好像這幾個月的事情對不對 - 對對對對 - 叫引人彩券行 - 嗯嗯嗯嗯 - 對我沒有記錯 - 一字 - 說錯一字彩券行 - 我非常好奇 - 要開彩券行 - 是不是一定要有那個 - 身材症 - 才可以去 - 它有分嚴重等級才能領嗎 - 欸好像不管多嚴重 - 只要你有那個症 - 都可以去抽 - 是用抽的 - 喔是用抽的 - 喔不是大家都有 - 好像有三種資格 - 是低收原住民跟身杖 - 嗯 - 你就用身杖的身份去 - 你知道抽中的機率有多高嗎 - 痾很低啊 - 很低啊 - 很低 - 我記得很低 - 因為符合資格的人太多了 - 今年好像是抽五千多位 - 還是六千多位 - 開幕的話 - 不好意思抽中是一輩子嗎 - 還是可能五年就要renew這樣 - 抽一次是十年 - 喔 - 十年也蠻 - 很久 - 蠻不錯的啊 - 蠻不錯的啊 - 那我很好奇 - 這樣子的收益是主要從哪邊來呢 - 是抽成嗎還是 - 是抽成嗎 - 抽成抽趴 - 所以越多人去你的店買 - 那你就可以生意越好這樣子 - 但就是很低 - 極低利潤 - 是可以公開講嗎 - 可以猜嗎 - 可以啊 - 反正他們官網都有寫啊 - 是是怎麼樣 - 就是電腦型就是8% - 然後呱呱樂就是 - 10% - 問題是你開店 - 你就是不會有呱呱樂的陣 - 呃彩券分成電腦型跟立即型 - 電腦型就是大家偷威力踩 - 然後 - 喔 威力踩 - 立即型就是呱呱樂 - 所以如果你是像你有賣這個的話 - 你還需要找另外一個有立即型的陣 - 對對對對 - 掛到你在那邊 - 對對對對 掛到我這邊 - 然後當然我還是要給他一些 - 分潤這樣子 - 對對對對 - 所以是因為我看到路邊常會有那種 - 跑單幫的 - 只是一個輪椅跟桌子 - 他們就是 - 他們就是自己 - 他們就是有自己立即型的那種 - 他們就是有自己立即型的那種 - 對對對對 - 所以沒有很好賺啊 - 因為刻板印象都是覺得 - 感覺好像很好賺 - 就是學煩的 - 對啊 - 我也是以為很好賺才開的 - 就覺得 - 喔自己好像進了一個什麼 - 喔生不見底的坑好煩 - 喔 - 好那我們現在手上有兩張 - 早知道我們就買運 - 買那個電腦券就好了 - 這個你還要分給別人 - 不會不會不會 - 等一下是刮哪 - 刮這個龍是不是 - 這是龍嗎 - 這個有五關 - 五關好 - 那基本上其實就 - 龍啦 今年龍年 - 喔是龍年 - 基本上就是全刮就對了 - 全刮全刮 - 我超級沒有這種運的欸 - 可是你會中 - 怎樣 - 為什麼 - 因為這是必中 - 真的喔 - 喔 - 一定會中 - 就是多少嘛 - 就是一張可能 - 五百塊 - 然後讓你中個一百塊 - 最終也算第一種之類 - 對 - 我知道我每年過年都會買一堆 - 然後每一次都 - 都虧本 - 都虧本 - 都虧本 - 就是一定會中 - 可是會虧本 - 買一本幾本一定會虧 - 買一本一定會虧喔 - 一定 - 除非你真的中到大獎 - 要不然買一本一定虧 - 你要 - 到底有多大的機率 - 會有大獎啊 - 你要那種散買的 - 你才有可能 - 散買是什麼意思 - 就是一張單張單張買 - 然後再單張單張這樣 - 就是你挑 - 可能挑這本幾張 - 挑這本幾張 - 所以就真的要賭運氣 - 而不是去算機率就對了 - 因為他們那個都 - 都怎麼樣 - 反正算好了 - 就是一本的中獎率就是 - 可能三四十 - 其實這就是賭博嘛 - 賭博都是一樣啊 - 賭博就是 - 怎麼可能讓買的人賺 - 就是期望值一定是 - 小於殺小的好處 - 如果你真的要賺錢 - 就是不要買整本 - 不要買整本 - 但是買整本我是比較賺 - 你比較賺 - 我很好奇像 - 你剛開一個彩券行 - 在一個新的地區好了 - 你要怎麼樣行銷 - 跟這樣附近的人會來買 - 你需要做什麼樣的活動 - 需要跟當地的市地打照顧嗎 - 需要跟當地的市地打照顧嗎 - 會不會有人來賣茶葉啊之類的 - 是沒有啦 - 是不會 - 因為我的彩券行就在警察局旁邊 -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 是你故意挑的 -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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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其實是 - 那時候有個大哥幫我找的 - 然後我剛好是頂別人的店 - 所以你就不用自己頂外的狀況 - 不用重開 - 然後原本就老客戶這樣子 - 對對對對 - 就是還 - 那上一個是不是也發現 - 這是一個坑所以讓掉 - 然後沒想到有一個小弟 - 剛好不知道就跳這個坑了 - 傻傻又跳進來 - 沒有啦 - 他就是回 - 他可能要照顧家人 - 然後就回去家裡那裡 - OK OK - 你那一張證 - 只能開一間彩券行嗎 - 還是可以開很多間 - 然後就僱用很多的直立人 - 來幫你賣 - 然後你就當老闆 - 可以這樣 - 什麼事不做 - 一張證只會給你一組投注機 - 哦 - 了解了解 - OK - 那我很好奇 - 就是 - 我常常看到彩券行外面會掛說 - 這邊曾經開出什麼什麼大獎 - 那些真的會幫助那些的業 - 會 - 絕對會 - 大家會覺得運氣好啊 - 好像說這邊很旺這樣子 - 可是以機率來說 - 這裡開過了就代表 - 短期內再開一次的機率不高啊 - 沒有我覺得這 - 這沒有correlation - 這個跟這個沒有關係 - 沒有嗎 - 就每一次都是independent - 每次都是獨立的機率啊 - 好吧 - 啊我要怎麼看我怎麼得獎 - 要三個一樣 - 三個一樣 - 這個是對幸運數字 - 然後這個是兩個一樣就有 - 可是這個我上面12 - 下面有個12這樣有嗎 - 欸你這個有啊 - 這個200 - 喔這樣就200塊 - 這樣就200塊 - 右下角 - 我100 - 就是有對到 - 然後這有500 - 所以我這樣600嗎 - 600加200 - 800這樣亂算 - 你800耶 - 哇靠真的假的 - 這裡還有一個500啊 - 你1000的 - 我1000 - 請問這張多少千 - 這很多耶 - 你看我這個 - 這是我人生做刮到最好的耶 - 這是欸 - 那很好耶 - 但因為我們沒有花錢買這張 - 你知道這個是要還給藝人的嗎 - 好好 - 不好意思 - 好那這邊我們就是直接一點來問一些 - 我們這次找你來最想要問的問題好了 - 好來 - 就是最近有 - 最近大家台灣人最關心的就是 - 離開中國的媒體人叫做王志安 - 他搬到日本然後繼續做他的YouTube - 那他最近有來台灣做台灣大選參訪 - 嗯 - 然後做了很多街頭訪問 - 後來他上了賀龍夜夜秀 - 然後在上面就是講到說 - 欸民進黨這次 - 他覺得在利用這個身障人士 - 身障人士 - 然後有模仿動作 - 然後這次造成很大的炎上 - 然後他也被禁止入境五年 - 我蠻好奇就是身為身障人士 -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尾 - 可是禁止入境五年是因為他上電視被檢舉嗎 -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 - 你有沒有看賀龍夜夜秀那一段 - 有有有有 - 我有看 - 那我很好奇你當下看到的感覺是什麼 - 你有覺得說他這樣模仿 - 你有被冒犯到嗎 - 你就是代表你自己 - 你不用代表整個團體嗎 - 其實我覺得就單純模仿這件事 - 我覺得是超過的 - 嗯 - 但他有些話講得也沒有錯 - 哦 - 我是這麼認為 - 因為你怕被炎上嗎 - 你有被炎上過嗎 - 欸我們開機前你不是講過 - 你轉換速度比較快 - 我不知道你是會 - 開機以後突然變慢了呢 - 好隨便啊 炎上炎上 - 黑龍也是紅了 - 哈哈 - 你有被炎上過嗎 - 有因為你講過什麼話然後被罵 - 我沒有欸 - 你有沒有覺得你可能有金剛不壞之 - 不炎上之身 - 我就是政治正確吧 - 我覺得 - 啊 - 好 - 我想多討論一下這個議題 - 就是第一 - 你剛剛說 - 你看到他這樣模仿 - 其實你覺得這樣是有點超過 - 太過了 - 你有覺得被冒犯嗎 - 你自己內心會覺得被冒犯嗎 - 我是不覺得被冒犯 - 但是我就會覺得 - 他這個就是打從心裡的嚴重歧視 - 嗯 - 因為這個東西不是他選擇的 - 嗯 - 他是被動 - 他不是說他可以選擇今天吃生臟者 - 還是正常人這樣子 - 嗯 - 所以你覺得如果沒有模仿動作的話 - 你會覺得那一段言論 - 你個人就會覺得OK - 假設沒有模仿的話 - 沒有模仿動作 - 沒有模仿動作 - 我只聽假設那是一個podcast - 我覺得還可以耶 - 假設我覺得還可以耶 - 因為我會覺得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 - 但模仿蠻過的 - 蠻超過的 - 你覺得比較超過這樣 - 嗯 - 那假設那我們先撇開那個王志安在夜夜秀上 - 因為其實脫口秀演員 - 不管是美國還是全世界各地 - 有些人都會拿 - 不管是生臟者啊 - 或是很多不同的族群來開玩笑 - 嗯嗯 - 對 裡面可能有些人也會到模仿 - 那你自己怎麼看這些笑話 - 這件事要建立在一個前提是 - 欸 我跟你是朋友 - 嗯 - 然後你拿我開玩笑 - 我不在意 - 朋友私底下幹話 - 對 呃 - 甚至你在節目上講我都沒差 - 對 - 所以我們是朋友了嗎 - 嗯 可能吧 - 哈哈哈哈 - 所以凱莉現在開始可以 - 可以啊 - 自己還知道有人以玩笑了嗎 - 自己還知道有人以玩笑了嗎 - 我只能開你玩笑 - 我只針對利友這樣 - 你剛剛有說到說你覺得王志蘭在某些地方 - 就是假設撇除模仿那邊 - 可是其他地方你覺得某些地方蠻有道理 - 那你是指哪些地方呢 - 呵 - 你剛剛不是說不要挖洞給他跳 - 我沒有挖洞啊 - 我覺得我只是放話吧 - 我覺得 - 我相信很多人是在問這個問題 - 我只是把他問出來 - 好嘛 那就全講嘛 - 嗯 好啊好啊 - 反正就是覺得 - 呃我覺得 - 呃當然 - 你緊張的時候是不是會看 - 會開始摸你前面兩個人挑挑 - 吃手熟 - 吃手熟 - 哈哈 - 超屌的哈佛耶 - 那我沒有辦法想像他一路這樣考上去 - 然後考到碩士甚至博士 - 因為他的症狀是也沒有辦法寫字 - 所以他都是寄在腦袋裡這樣耶 - 對 - 幹超屌 - 很屌 - 他超屌 - 他怎麼可以把所有事情寄在腦袋裡 - 對 - 我沒有辦法耶 - 我正常人都沒有辦法 - 我會很慶幸台灣這個社會 - 然後有人出來選立委 - 然後是生長的 - 因為就我所知 - 就是日本其實很早很早以前就有生長立委了 - 既然你要推人出了 - 推一個生長子出來 - 那你就不應該把它排在一個 - 不分區 - 然後不會上的地方 - 可是會不會一開始也沒辦法 - 至少先放上去就是值得鼓勵吧 - 如果用 - 值得 - 用最寬鬆的標準 - 用最寬鬆的標準 - 就是至少他有做這件事 - 我覺得這很值得 - 代表就是這件議題有被看到嗎 - 對對對對 - 我好奇你就是 - 出意外以後到現在已經有八年了嗎 - 八年 - 八年所以 - 我很好奇這八年來 - 你有沒有感覺到台灣對生長的一些設施 - 有慢慢的在改進呢 - 還是你覺得 - 蛤? - 不夠 - 他說行人都還沒有改進 - 你說生長 - 問的是八年嗎 - 我沒有說任何的這次相關問題 - 欸幹你這個有一個洞我沒聽到 - 沒有啊 - 我在算八年嘛 - 哦 - 哦對 - 哦因為你出意外到現在八年吧 - 我知道 - 我知道 - 我覺得沒有 - 你覺得沒有 - 完全沒有看到很實質上的改善 - 那你覺得 - 你去過這麼多國家 - 哪一個國家是 - 讓你覺得最友善 - 然後值得台灣學習 - 因為我看過你很多YouTube影片 - 然後去那歐洲那些老城市 - 你去很多 - 那些老城市我覺得一定是超瘋的啊 - 那些地就是砰砰砰砰砰砰的 - 那個他們的石頭 - 對啊石頭路啊 - 那羅馬時期用到現在的 - 超煩欸 - 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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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 可是你那时候人在捷克 抱胎 那你有办法找当地的人来帮忙 有 那时候我妈妈就是 他们把我的轮椅推出去 然后我就整天躺在床上 然后他们就把 我的轮椅 拿去一个脚踏车垫 然后那个人就把 我轮椅的那一台外台拆掉 他甚至把这个框拆掉 完全不知道拆框干嘛 然后 然后就说 你这个东西 我可能要叫货两三天之后 才能帮你修理 Oh shit 欧洲嘛 欧洲 对 然后我 我妈就说 那我不要 然后她那时候还不准我们拿回来 我想说 Fuck 那我之后行程要怎么办 然后我们就硬拿回来 她甚至不帮我装回去 蛤 所以回来的时候 那框跟椅子是分开 还有轮子都分开 对 框跟轮椅 然后跟轮胎都是分开 然后就 哦好吧 我就自己装 自己装 然后她还强迫我们买她的那个 塑胶板手 到现在我还在 在这里 哦这是拿来拆轮子的 那个内胎的嘛 对对对对对对 跟贾特有点像 但是她就不帮我 她帮我们拆 然后不帮我们装回去 所以后来你怎么 她知道这个是她在 拆一个轮椅 是你的脚吗 是你的脚吗 她在拆一个轮椅嘛 所以她们 她们整台车退过去 她应该知道吧 哈哈哈 她们也是蛮没有那个意思 对啊 她们 但她们就是很坚持 就是 我没有帮你修理完 然后怎么样 OK 那现在最后怎么办 最后就是跟她讲说 啊不行啊 我们明天就要走了 然后她们就是 把轮椅再推回来 然后自己装 自己装回去 那轮胎你就是 就是硬装回去 因为这个没有气 还是可以推嘛 还是可以推 很辛苦而已 对对 所以哪一个国家 你觉得你自己 目前体验最好 体验是无障碍耶 绝对是日本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 至少我 我都会对日本的 想象都是很麻烦 就不要 不要去什么古都就好了 还有搭地铁啊 大部分都是走楼梯嘛 可是还是都会找到 有一个有电梯出入口 只是很远而已啊 就是她们都有电梯啊 对 就是要去找 比起其他 你看欧洲地铁站 可能甚至不知道电梯站 然后她无障碍厕所 呃厕所在 公共厕所在地下室 没有电梯 对 她们很多这种 无障碍厕所 对 分在一个没有办法去到的地方 对对对 她们就是很 嗯 我觉得日本啦 日本 日本 嗯 相对完善很多 因为可能她们无障碍发展比较早 她们高龄化社会比较早 对对对 就算她们的东西偏老旧 嗯 那也是因为她们很早开始 很早就开始用 嗯 哦 这好酷哦 那你觉得台湾 你自己体验 你觉得最想 你第一个最想要改的是什么 对你来说 对啊 对你来说 最想要改 太多了是不是 太多了 你选一两个好不好 我觉得台湾人的 呃 观念都会需要改变 怎么说 所以其实就是从人开始 对 也许从设施 不如从 就是从教育开始吧 无障碍的意识 然后对于生长者的了解 然后对于生长者的了解 因为你不会知道说 哎 这个人为什么做人移 就是从小到大的教育 没有教我们这一块 甚至是我们可能到社会 才会碰到他们 其实我们在社会上 我没有接触到 其实我也不会知道 我都要看你的IG或YouTube 才会知道说 哦 原来搭飞机啊 或者一些生活上的小细节 以前同学会有一两个 每一个阶段班上都会有一个或两个 或是隔壁班会一个或两个 可是 我没有 我也没有 我念四大附中都有 可是就算是这样 老师也不会教你们说 哎 他们遇到什么困难 然后需要怎么样的帮助 或不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因为有时候too much也会很烦 所以其实也没有人教 就是 呃 我秉持着可能 老师的观点是 不跟大家讲是为了保护他吧 可是我更倾向于说 你就把这件事跟大家讲 大家都会理解 所以与其不讨论 不如就是公开的好好的讲 因为我觉得很多很多的 伸张者的霸凌 都是源自于不了解 大家会觉得 哎 你跟我不一样 然后你有特殊待遇 然后没有人会知道 为什么 他需要这些东西 那你在学校的时候 你那时候受伤回去 你觉得你老师有 什么帮忙吗 还是你就主要就是 靠自己去沟通 还是大学那时候就不太需要 大学有一个那个资源中心啊 就是如果你有需要帮助 然后就会去那里 但我也很少去了 对 那你觉得 因为我觉得有一种 社会上普遍的保护方式 就是政治正确嘛 就是我们在言语上 要特别注意 不要让伸张者或是任何族群觉得特别不舒服 大家觉得这样可能会是一种意识的抬头 你自己觉得有帮助吗 不一定是完全不谈 比如说可能用语不要用残障 可能用伸张 大家在讲话的时候会不会变 反而变得小心翼翼 就过度小心的在 因为背败的人也有嘛 我看到你有一个 就是回答背败问题的IG reel嘛 就是说 有人就说 说你生小孩会不会也生长 我说 What the hell 这什么智障问题 路上的阿姨吗 这什么智障问题 那些问题是真的都会有人问 路上的阿姨问 就是会 或是什么路上的阿婆 然后就说 啊你一定是上辈子做坏事啊怎么样 然后 Oh my god 我想时候看我就看你什么时候做伦子 你有讲出来吗 没有 因为我们还是尊重一下长辈 当然可以自己心里这么想 可是你同学这件事一下 不会在那边靠背你开你玩笑吗 你觉得界限会在哪里 界限在于你的心态是不是刻意 要歧视咒骂你 我觉得 被骂那个人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我觉得啦 你觉得 就是代表我个人 那那有没有人代替你被冒犯 那你就觉得说 很烦的 代替事长 我想到可能有的是 遇到出去出门 然后公车司机 然后就说 妈死残障 公车司机 这么麻烦还出来之类的 哇靠 公车司机 有 有 你是台北的吗 不好意思 嗯 我认不住 就是 哇这 还没sense的 就是 我不太喜欢 可是这个就完全不是开玩笑 对啊 这完全完全花在冲撒小啊 就是他们的观念会想 想说 你做轮椅你就待在家里等死吗 那请问 请问你 你那时候 你通常遇到这种事情 假正对 你会反击吗 不会反击 你的同学应该会骂人吧 要是我是你朋友 我听到这个 我有点 我有点 咪笑 嗯 应该他们都会 所以他们就骂 他们就骂说 他们就说 你吵啥小子 之类的 那你有 你曾经有讲过说 就是 你觉得过多的关心 然后或者是 就把你当作一个 没用的人 随时需要帮忙 也会很烦 就是 当我走在路上的时候 呃 我那时候在学校 然后走在路上 然后我可能 就是推轮椅 然后书会放在脚上 然后我的书就掉到地上 不夸张 大概有十个人冲过来 所以不能帮你剪 不能帮你剪 不是不是不是 我刚想说我要帮 我刚内心的 的图案 就是我跑过去剪了 对啊 你也可以 我可以东西掉了 我看他就是 看起来不太方便 我也没想帮他剪 不是不可以啊 但是就是 过多 有十个人不行 一个人可能就可以 一个人可以啊 如果十个都是正妹呢 可以 哈哈哈 那你也歧视了嘛 你这样不行啦 你这样不行啦 哈哈哈哈 没有 就是可能像是既定的印象是 你做不到这件事情 还是说 有人就过马路看到你 我好像 好像就过马路看到你吧 怎么样 中山你说在中山在那边 我现在想对应该是 哦你有遇到他 对他刚刚讲 我现在刚刚想讲 还是你过马路的时候 会很多人会想要推你 会不会很多人想要推你 是不会啦 或上坡 那上坡有人帮忙的话 是OK吗 哦 上坡好需要人帮忙 因为上坡感觉就很累了 上坡好需要人帮忙 所以就是东西剪的时候 如果你离你超过三公尺 就不要冲去帮忙 但是上坡的时候主动提出帮忙 你觉得OK 这样可以吗 凯莉我觉得你这样太细了 我觉得大家记不起来 这样不行 什么三公尺 要怎么两身带齐啊 没有啦 我觉得帮忙这件事情就像是 你要先询问嘛 对 就像我之前有举过一个例子 就是你看到 可能有人穿裙子 然后卡在屁股缝里 你不会把它拉出来吧 哦 但可以询问 对对对 就是你觉得 你觉得你可能需要帮助 你会问他说 你需不需要帮助 如果你直接去帮助 那可能反而会伤到他的 哦 了解 或什么之类的 但是上坡就是 直接问说 要不要推 超抖的 烂 烂政府了 哈哈 若是我就可以 好好好 我好奇你在台湾各地旅游 那你自己觉得台湾 哪一个地方 以身障 无障碍的设施 你说城市吗 对 以城市来说 哪边算是住得比较好呢 我相信应该还是台北市 还是台北市 因为你就住台北市嘛 你出去 你会不会一跨到新北市就觉得 好像到一个战地的感觉 是不会啦 就让我到阿富汗了 我女人要怎么在这边滚 你会不会就避免去那些地方 我会开车去 啊 OK 比较方便 对 毕竟就是大众运输 如果可以抵达的地方 就相对会比较方便 因为 其实大众运输里 我觉得最方便就是捷运 捷运每一站都有 无障碍厕所 然后都有电梯 所以还是比较新的东西 比较幻想 然后车厢也都 OK 比较方便 有无障碍的空间 但就是头尾 很烦的 很远的 啊 对 只有头尾 我可以理解的是 可能电梯是之后射的吧 因为有些站的电梯一下 都在中间 就是头尾 有些是在中间 对啊 我记得 我遇到很多是中间 我没有想过头尾 啊 蓝线都在中间 这些东西你不讲 其实我们不会认真的去想 它的位置在哪里 嗯 娃娃车没有插对 它不会管你 因为我知道宠物车厢 有时候会被 还有脚踏车 就我如果 要骑夹车的话 它也会规定你夹车的车厢 其实我们没有被规定 哦 其实你可以就正常的去任何车厢 但就是 有时候人很挤的时候很发达 对啊 因为头尾才有那个 位置缩小嘛 或拆掉椅子的那个 哦 OKOK 因为我 我去日本的时候 我有体会过 下班的电车 哇 我真的 你有 哇 你是故意想要去看一看吗 不是 不是 我觉得你在挑战 考验人性 哎 日本人在挤车 好恐怖 他们没有在讲礼貌的 他们会坐到你的轮椅上吧 我不是开玩笑 他就是 坐在这个上面 你的感受感受 他给我坐着 然后在那边 看漫画 你认真 我就直接变行动座椅 哎 哈哈哈哈 日本也没有那么 超恐怖 哎 日本的电车 下半天真的好恐怖 安全没有在管你的 对啊 他们没有在管 他们只要 只要上车而已啊 疯狂疯挤进来 真的不夸张 你出得去吗 我就 就是跟他们一样 挤啊 战斗 嗯 反正 统一拧到谁就算了 哈哈哈哈 范围也不会痛 随便啦 哈哈哈哈 我也不会 那你觉得 有什么样的法令 推出来后 会对 生脏者有实质上帮助 我们就拉回来 那个陈律师那边嘛 因为假设他真的可以 成功的当上 台湾的立委 立委的话 嗯 他可以做到哪些事情 不只是就是帮SMA的 那个什么 健保给付的 那些事情 哦哦哦哦 之外就是全部的 生脏人士 就是 法令上可以帮助的嘛 我觉得 无障碍设施 我觉得 就规定来讲 是还可以更好 但是 我希望 他们在设置这些 东西完成之后 自己做轮椅 去测试 就是你刚刚说的 有严格的 实际测试 不是说你用看的 哎我觉得 嗯在写破 嗯怎么样 就是设清楚一点 可能就不能大于 可能10度或20度之类的 嗯 不然写破你也上不去嘛 对啊 然后或是什么 呃很多 公有停车场 其实都有 无障碍车位 嗯 问题是 没有电梯 对 嗯 对耶 有一些 有一些在地下室的 会没有电梯 我不懂 你设了 无障碍车位 就是你不值得 然后没有电梯 你下去之前 就是哦终于有停车场了 对 下去挺好 哦也停无障碍车位 然后出来说 本场无 无障碍车位 所以你要 怎么出去 再开回去 你要靠着那个 车子下来 那个斜坡 然后这样上去 对 可是那很斜呢 对 那但 那也只能是这样了 那你下来的时候 就变成 超快耶 急速与激情 就是 就是用手杀 手杀这样 就是轮椅这个产品 有没有什么就是 很高级的 什么品牌 然后是可以做到超屌的 比如说 就是自动加速 然后走很斜的坡 或者是 自动减速 或全探签之类的 之类的 或全探签 好像有全探签 有全探签的 然后很轻的 那应该什么 五六十万跑不掉吧 那就是 炫富用的轮椅吗 我蛮好奇 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但功能性 就是轻啊 然后方便 就是你可能单手就可以 把你的轮椅拿起来 哦 其实这样子对你们来说 其实对你来说是很方便 像上车就一只手 就轻轻的 对对对 那你走在路上 你有遇过其他的 做轮椅的 然后说 干那一台超屌的这样 一看就知道 内行的一看 哇这一台 我看这个有钱人哦 我是没有看 我们是没有遇到 但是就是有遇到 可能路人 然后聊天 然后阿宝就问说 诶你这个哪里买的 很方便哦 啊这台多少钱 那你那一台多少钱 十万 蛤 等一下 等一下 这台要十万 对 哦那都是插伤欸 在边边欸 对啊 对是不是 诶这些插伤是怎么 我好奇 只会有这些插伤 如意在买 哦那是碳纤吗 碳纤维 哦这个就是碳纤维 哦哦哦哦哦哦哦 我们刚讲了这边就有了 哈哈哈 我很好奇 在买这些辅具的时候 是可以申请补助的吗 有 但很少 就不太够用 就是了 一万两千五 坏掉可以再申请吗 呃 四年可以申请 四年可以申请 我是有看到 我那天去鲁州的那个 护证事务所 有看到 其实好像还有辅具 可以租借的这个服务 有有有 有辅具中心 就是每个乡镇 好像都有这种地方 就是真的有需要的人 可以去那边租借 可是我不太确定说 那种租借的品质 到底好不好用 或者是 你有 你有 一开始是有 租借过 我一开始是租的 就是可能比医院的轮椅 好一点点那种 其实我 我其实蛮好奇 好的轮椅 对你来说 需要有什么样的 对 除了刚刚说重量 重量比较轻 还有 这个是量身定制 哦 所以其实要量身定制 量身定制 就是符合你的身材 然后去量身定制 然后让你 可以在推的时候 更好推 其实我 你刚刚讲 我现在一直想要看 到底是 空间 对 因为我原本以为 因为我只有对我奶奶会做 容易有影响 然后我都借他很宽 所以我之前 对 我在邀请Lio的时候 我一直很担心 我们这里的门啊 什么太小 后来发现 哎没有 你的这个超窄的耶 所以是因为 就是用你的身材去量的这样 对对对 如果他今天100公斤 感觉会比较大 我听到你以前刚受伤的时候 然后这个 你跟你的朋友一起搭连航出去 然后你的朋友背你 对 上下飞机 因为那个连航很多是没有那个空桥的 嗯 What 就是我 哦对 那个走楼梯上去那一段 对啊 你朋友背你耶 对 他们超棒 你也没有说真的非常非常非常轻耶 你的朋友很壮吗 他很壮啊 我 我不轻吗 你看起来比凯丽琴 哦这倒是57 哦Shit 真的吗真的吗 对对对 但是57也不是每个人都背得起来啦 因为毕竟是要爬楼梯 刚好我朋友都很壮 他们有戏队嘛 那个是我第一次 不是我第一次出国 但是是我第一次跟朋友出国 嗯 然后我们去泰国 他们没有因为我 然后又安排什么 无障碍旅游 他们就没有在管 他们觉得慢 大不了被你在 他们觉得反正他们搞定一切 就包括 那个搭连航的空桥啊 然后到了泰国 我没有在搭地铁 没有在搭检车 我们搭嘟嘟车 发鸟车 我靠 这这这 其实这你应该是蛮开心的嘛 我觉得很棒啊 就是 把我当成一个普通人这样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 你们那时候去哪些地方 然后 你怎么 有没有经历一些困难 对 你怎么处理这些障碍的 什么早堂 什么 什么早堂 泰式早堂 哈尼大早堂 哈尼大早堂 是什么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是用哈尼 有人用哈尼半洗澡吗 就是泰国浴的地方啊 哦你有去泰国浴哦 有啊 好酷哦 好酷哦 去泰国浴好玩吗 我没去过 到底是怎么样 我没有办法下到他们那个浴缸那里 就是那个气垫上面 所以我就是在床上 从中到尾在 对他先帮我插澡 然后就 骑上来这样 所以骑上去的是男生还是女生 女生啦 当然是女生啦 没有在泰国我不知道 他们没有他们那个是泰国浴都是女生 就躺在那他们就帮你洗澡 这样 他帮你洗澡 对对对 因为这有一个词 有点歧视 我现在不敢不敢讲 他刚刚有说骑上去 哦他有骑上去 他骑上去 就是拳套啊 哦好棒哦 是拳套 啊你的同学都有去这样 他们都有 你们应该不是在同一个房间嘛 其他同学那一间嘛 所以我好奇的是 那你要进去那个房间的话 那你一样是在轮椅 这样进去那个房间 哎那那一栋 有电梯然后 无障碍设施 就是没有到无障碍 但就是反正 就可以通行啦 哦就很感人 你朋友背着你 然后让你去爽哎 哎没 哎哎哎 不是 我带你去洗泡泡浴 哈哈哈哈 让人家帮你洗 我带你去洗泰国浴 哈哈哈哈 不是 找人骑到你身上 干好屌哦 还有呢 还有呢 反正就是他们 没有觉得我什么不行啊 好棒哦 哎我们搭嘟嘟车 发油车 我觉得超荒谬 这堵嘟车要怎么上去 就是一个人背我 然后一个人拿轮椅 还有吗 还有去什么其他地方 他们 我妈要去悬崖餐厅 妈的 干悬崖餐厅 他们超陡的 悬崖餐厅是什么样子 我 我没有去过 悬崖餐厅是真的在悬崖旁边 然后 架木头 怎么上去开车上去 坐堵嘟车上去 我们那天是有包车 然后 然后 过去 然后他那个是往下走的 楼梯 然后超陡 然后他们就是背我 然后下去 吃 吃那个餐厅 不怕吗 我想说 随便 你还会就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 摔下去 他们会跟我一样 哈哈哈 你跟他们 不是朋友 ak 对不起 所以其实 大家都这样子玩得很开心 对啊 我们那时候还住V打 v打 然后 rig 那现在大家都出社会 那你跟那些 同学们 还有办法保持联络吗 大家会不会约的时间 有 就是 就是可能一两个月 然后就一起出去hang out 然后喝酒啊 那你有推荐什么无障碍酒吧吗 对啊 感觉很多酒吧也在地下室 我什么恶物不方便 据我的记忆很多酒吧 其实里面都不是很 无障碍酒吧其实 而且里面很小欸 对其实都蛮不方便 其实都没有到无障碍 就是我可能在酒吧喝酒 然后我要出来找个厕所之类的 或是甚至就是在 路边啊 车子跟车子中间 尿尿 所以反正你们也不会管说 这个酒吧的环境怎么样 反正大不了就背上去 把你丢到椅子上这样 对对对对 OK 了解了解了解 反正他们会搞定一切 好我有看到你去日本 划那个雪 看起来就是专门为生脏者 设计的吗 对不对 一个是专门的 雪椅吗 算是雪 雪橇 有点像雪橇 然后后面有人推着你这样 对对对 就是划Ski 然后教练推他 然后那速度看起来蛮快的 请问是那个是合作吗 一般的是生脏者才能去玩 还是说孕妇因为不方便 自己划也可以坐在上面 因为那看起来很安全欸 那很安全 他把你全部包起来啊 对啊 那请问就是孕妇也可以去申请吗 就是 我不知道 这个难倒我了 我觉得孕妇 也蛮需要帮忙的啊 因为自己划有时候 就是怕会撞啊 危险嘛 可是如果是做你那个 我觉得蛮安全的 你那时候是怎么跟他们沟通 说你需要这个东西 还是他们看到你这样上去 是每个学场都有吗 你的经验是什么 那是日本旅行社的业配 那是富士剑高原度假村的学场 所以可能不是每个学场都这么方便 有这样的设施 就是可能不是每个学场都有这个设施 听障者还有给视障者 听障者跟视障者的无障碍 好酷哦 有什么不一样 视障者他可能会提供你 有点字的 的方便 吸发乳或沐浴乳 哦 吸发乳跟沐浴乳 或是他甚至有导盲犬的狗碗 或是 或是那个水碗 好酷哦 像我身障就是 他会提供你 那个马桶的 靠背的背垫啊 然后会给你浴板 浴板就是让你 从轮椅移到浴缸里面的时候 有一个 先缓冲的点 哦 先一个板子 然后再下去 哦 对 这些东西是在台湾没看过的 没看过 嗯 所以那其实你会觉得说 身为一个伸障者 很多东西都有一个 所谓的伸障税吗 就是你明明要做一样的事情 可是费用比别人贵 对 多卖一些彩卷这样 就是 就听起来是有一个负担在的啊 一定的啊 对啊 就是你不管做什么 都要变得比别人麻烦 你是有曾经说过 台湾的伸障者 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多很多 只是 多啊 大家不知道 你是有个数据 你现在有印象吗 我记得 应该有120万人吧 那你接下来最想做的事情 会是什么 虽然你的YouTube看起来 已经做很多事情了 哦 我还有 还有很多人生清单要做 你想 你最想做什么 下一个 看极光啊 跳伞啊 跳伞 你会想要选立委吗 未来的路 不知道 不一定 但 但我不是 我是真的有想过 哦 你真的有想过从政 就是 之后 从地方信开始 对对对 最后一条路之类的 最后一条路 这什么意思 我觉得从政很辛苦 我觉得从政 你可能就真的会被淹上了 你是不是有曾经跟我说过 你想要去喜剧俱乐部 看喜剧跟讲open mind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 你想讲一些别人不敢讲的东西 对啊 就是 大家应该都不敢开 伸张者的玩笑吧 你可以去看一下喜剧俱乐部 什么人都有 就什么话都 很多东西只是没有放到网路上 因为在现场 大家有一种 哦 我就在来现场 然后什么东西 我都可能听得到这样 可是我下不去啊 我们想办法 我们想办法 我们看到 欢迎厂商业配 我最近有看到一个 楼梯升降椅哦 我们回一下这个email 我们一直 一直没有回 好 回一下 其实我们是真的 有非常多生障的听众 他们都有提出来说 他们好想要去 因为很多喜剧俱乐部都在地下室 所以对他们来说很不方便 再来是喜剧俱乐部的 都小本经营 所以很少会考虑到 生障的设施 我觉得 我需要把一个 观念带给大家 就是无障碍设施 并不是说 只可以给 生障者使用 嗯 就像你们今天受伤了 然后怀孕了 或是 什么 甚至现在很流行 电动代步工具 都会需要一个 平整的路面 还有很多很多 老人家 小朋友 甚至现在 狗狗也坐娃娃车 嗯 也需要 一些斜坡路面 但我不知道 为什么狗狗 可以坐娃娃车 这么好命 呃 我也比较不懂 哈哈哈 对不对 对除非是那种 他还有别人推我 还要自己推诶 你有我还有看过那个 就是可能下半身 也是痰瘫的狗狗 然后他有做那种 轮子的 轮子的 对然后也是用3D猎音 又超屌的 然后狗还可以冲诶 很高级 很高级 好那我们努力希望 可以邀请你来讲OpenMine 好 我等着 好谢谢Leo 谢谢你 那大家去订阅一下 Leo蚁人的那个YouTube跟IG 就搜寻蚁人 就会找到 一直在意 好谢谢Le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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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